在过程中 我听说是用一些做运动的指令 例如大关斗 平衡木、安马 或者那类运动的动作 过程中的治疗是如何发生的 原来她是自闭症的 大家明白自闭症的小孩 她不太懂得和人应对 你跟她说早晨的不知怎样 她也很困扰 在过程中令她懂得应对 还是改善了社交能力 还是容易明白身边的东西和互动 首先这样说 一个新的小孩来接受我的治疗时 首先我要观察到她的反应 她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例如自闭症和妥悦症 通常这些小孩的问题是 她会选择性去听语言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她们的身体协调 即感觉统合问题 有这些问题 其次是她们的服从性 既然之前我已经说过 她们的选择性去听语言 当我经过了这个观察之后 短时间的观察之后 我看了什么问题 而作出配合她需要的治疗 去下药这方面 会见到她做了一段时间 例如不同症状的小孩 她跟着你的指示 例如做运动 或者做你指示她的一些工作 或者活动 当然身体会好 我相信她多了运动 以及是一个锻炼 还有什么方面 你见到她有提升或者改善 当她与你之间有一个互动的时候 比如她收到你的讯息的时候 她就会做你需要做的事 同时通过了运动之后 加强了她的身体的感觉 令到她对自己的身体认知度提高了 加上反应 因为在我上课里面 我会用声音 例如大声小声的表情 令到她知道我 想去做什么 而且在某个情况 视乎小朋友不同的时候 我会推动她 例如快点 做好点 起床 快点回来 令到她的专注力时间 是长了 去听你说话 加上就是说 最重要是爱心 让她觉得你是在帮助她 以及鼓励 他们慢慢就会知道 她是可以做到很多事 当她提高了她的能力的时候 她就很自然地各方面会有改善 人的脑子也很神奇 有时我们说学习 我们学习 听完之后 我们就会变成了 然后就会影响到自己 一连串的行为 或者信心 态度 都会因为我们的认知提升了 原来 刚才所说的 可能我们的动作 我们身体动作里面做了一些东西 或者我们学习了打关斗 或者打脚跳 这就会令到脑部发展 会带来另一些双关联 或者完全在 跟动作没有关联的提升 或者改善 应该就是说 当她通过运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 身体会产生一种多巴胺 那种多巴胺会令人兴奋 而且是一种传书的作用 当她大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小朋友传书快了时 反映之后会变得更快